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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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你好,现在欢迎回到您 嘿嘿嘿嘿 不好意思,我需要剪掉 咳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回到陈梦珠广播电台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陈国昌老师 陈国昌老师,现在目前任就于台湾历史大学助理教授 陈老师,您好 诶,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老师好 陈老师好 这一杯茶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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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龙井啊? 秘书 雨前龙井 是 雨前龙井 这有点太隔音了 不行,这样我听不到 陈老师您好 诶,大家好 诶,主持人好 陈老师 非常,非常开心见 能够邀请到我们一起问一下 呜... 您这边好,不知道您有非常多粉丝 那粉丝 那粉丝对您有非常多一些有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在这... 您在这教学的二十几年当中 有没有碰过什么非常低潮的时候 让您感受到无比的悲伤难过 您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然后可以请来叙述一下 这是什么样子的经历吗? 呃... 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 是 这个... 很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是 这个因此,我也要谨慎思考 是,谨慎思考 好好地回想一下 我要好好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请问陈老师 在这二十年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低潮呢? 大概是想什么样的情况呢? 呃... 其实你要知道,一般来说 是 人吃五穀杂粮 没有不生病的 那所以呢 人的心情呢 就像四季的变化 春夏秋冬 是 所以不可能没有 心情好心情不好 快乐不快乐 不可能没有心情起伏不定的时候 是,所以说人 人生当中总会遇到些某些低潮 请问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低潮呢?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要说我没有遇到过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当然是骗人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当然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是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到底怎么样不好? 它是什么种类的不好? 它不好到什么程度? 是 都不一样的 请问您到底遇到过哪些低潮呢? 诶... 心情的低潮呢 要看你怎么定义啦 如果呢 你的科度 心情不好的科度 是从一到十 如果你从 超过六 你就认为这是你的心 这个人生的低潮的话 OK 那我也 我也能够尊重你 那你就觉得那个 就是你生 人生的低潮 是,钱老师讲得非常精彩 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 很多传言说 陈老师是在高中的时候 开始学习小提琴的 并且是因为要学习小提琴的关系 还跟爸妈央求了多年 并且洗了三年的碗 请问有此事吗? 哦...这个事情 根本就是 空穴来风 自虚乌有 原来是这样啊 完全是 风马牛不相解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那事实上呢 我才不是高中才开始学小提琴的人 我学小提琴是五岁开始学小提琴 哦,原来是五岁啊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五岁开始学小提琴 我还要洗三年的碗 我爸才答应让我学小提琴的话 那我不是从两岁就要开始洗碗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看两岁的小孩子洗碗的话 那不就是 碗都给它打破了 盘子也打破了 连杯子都打破了吗 老师太大声了 是不是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事实上呢 是五岁就开始学小提琴 原来是这样啊 哈哈哈哈 那可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一个 一个根本是自虚乌有 空穴来风的事情 是是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 来到我们的电台 那也 那请问陈老师 对于您之后的未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哦 你现在问到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人啊 活着就不能没有目标 也不能没有理想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为 对他的未来负责 每个人也都必须要 对他的未来有期许 有目标 要有理想 是 感谢陈老师精彩的发言 我们也祝陈老师之后 一帆丰盛 事业有成 谢谢 那我也祝你们电台 电台的业务 蒸蒸日上 谢谢陈老师 也祝主持人呢 将来 早生贵子 不对 您结婚了没有 陈老师 感谢您今天的发言 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谢谢陈老师 雨前龙井很喝不喝 哎呦我刚喝啦 这雨前龙井啦 说实在 它味道呢 哎 哎 蛮复杂的 哦是 既不像雨前龙井 也像雨前龙井 哈哈 是 不好意思 因为它 它是 冒牌雨前龙井 哦原来你请我喝的是 冒牌雨前龙井 哈哈哈 你所有东西都是冒牌的 这个是冒牌的 搞半天 这个就是拜佳佳呀 没有看到我刚刚把这个关起来 可以关起来 你看 你这个麦克风根本没有接线 你看 你根本是唬人的 这个是 现在最新推出 无限麦克风是蓝牙装置 是哦 是哦 今天都是蓝牙的 哦 你看 你看你这个麦克风 根本没有插上任何的装置 你看到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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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现在最新科技 蓝牙 但是它还是需要一段线好吗 需要一段线 来保持它的 是哦 那这里迈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 连电池都没有装 对 那个呢 如果装上电池 它会更快 那是在紧急时候 必要做才需要装 谢谢 但是我们 赞助公司 希望我们能有意见的话 欢迎跟你们 跟他做什么 那好吧 电话好吗 这要不信 不信不花展明教 那个 老板你叫什么姓什么 带来 我有点忘 我们为了商议的 肩定 我们没有办法做完它的礼物 真的抱着 好 今天好不好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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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